两个少公在船上向魏文聪讨要船去,魏文聪由于是匆匆忙忙出来的,没带着钱,开始魏文聪跟他们商量,说我奢欠着行不行,不行,说把盔甲做抵押也不行,最后魏文聪真急了,伸手把这三厅刀就抄起来, 他把这三厅刀一拿起来,这两个少公一看这刀,两个人一起说,哎哟,我们就怕这刀,咕等,咕等,全跳到水里了,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魏文聪又打船上,往下一瞧,这两个少公跳下去啊,没露脑袋,不知道哪去了,魏文聪心想怎么回事, 按说这玩船的都应该水性好,怎么跳下去沉底了,不可能啊,但是魏文聪发觉自己这条船不动了,哎,魏文聪心想这船怎么不动了,啊,他下意识地往远处一瞧,一望之内离他有几丈远,一看秦琼那条船哪,也在那没动, 魏文聪一看,秦琼那船不但说没动,而且秦琼在那船上正吃东西呢,呵,魏文聪这气大了,他干嘛生气啊,他一瞧秦琼正吃他送给他的那人参陆绒糕呢,把那盒拿出来,秦琼呢,给那两个少公一人一块,他自个儿拿着一块,一边咬着,看他那意思还在说话, 说这东西不错,挺好吃,魏文聪心想,我让你吃,吃,我让你吃多了撑死,但是干在这生气,他没辙呀, 秦琼跟那两个少公一边吃着人参陆绒糕,一边往这条船上看,秦琼看见魏文聪了,把那人参陆绒糕举起一块来, 魏帅,用吗?魏文聪心想,你奶奶个孙子,我用,你能给我吗? 在这说,我想用,也够不着啊,魏文聪什么也没说,魏文聪在这船上站着正没辙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这条船开始动弹,怎么动弹呢? 船头船尾,往一个方向那么转,揉揉揉揉揉揉,哎哎哎哎,魏文聪一看不对啊,这船要在这转圈啊,魏文聪心里边马上就意识到, 可能这是那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他俩一个把着船头,一个把着船尾,在这要给我来一个驴拉末, 想不,我转迷糊了,啊?魏文聪手中提着大刀,在这船上就喊,你们两个干什么?啊,你们想怎么着?这船还转,魏文聪想,你们肯定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我拿这刀啊,往那水里边就那么一踢,就能砍死你们。 所以魏文聪奔着船头这来了,把这大刀一挥朝着水里边,一刀砍下去,这刀砍下去,什么也没砍着,接着又跑到船尾,往下又一刀,还是什么也没砍着。 这两刀下去,这船倒是不转了,船一不转了,魏文聪在这停足站门,心想,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啊, 早知道有今天,想当初我要学一学摆船该多好,现在这船我鼓得不走,刚想到这儿,有打这船帮的两边,这两个少工一起把那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个人扒着一面的船帮,两个人同时喊着号,一二嘿嘿,一二嘿嘿,他干嘛喊嘿嘿啊? 那边一使劲的时候,这边望上腿,这边望下一班的时候,那边望上腿,这船就两头晃起来了,两头这么一晃啊,这魏文聪手中拿着大刀,想拿刀砍他们都砍不了了,为什么? 他站不住了,魏文聪就觉得不好,说了一声不好,这条船眼瞅着,嘣嘣咕咕咚,翻个了,这船一扣抖,魏文聪又打这船上,嘣,就下了水了,这一下水啊,刀也松了手了, 这魏文聪在水里边是紧忙活,魏文聪会不会水啊? 魏文聪小的时候,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大水泡子,在那水泡子里边练过狗袍,所谓狗袍就是在那水里边啊,不登登,不登登,手忙脚乱的瞎扑档,反正能不趁底儿,这叫狗袍,魏文聪小时候练过这个, 后来长大了,练武艺了,当了官儿了,当然就不能下水了,他那个游泳的水平不高,在水里边要是一来这狗袍,他怕让别人笑话,所以越不下水呢,就这些个游泳的技巧什么的,还忘得差不多了。 今天在这万分危难之中,把小时候那狗袍他想起来了,啊,不登登,啊,不登登,啊,不登登,在水里边他就扑登开来了,好不容易就扑登这脑袋露出水面了,脑袋刚一露出水面来,这魏文聪就觉得这身子还是往下沉,为什么呀? 他身上穿着铠甲呢,那东西一沾湿,他有分量啊,魏文聪想要坏,我这个狗袍这两下子,持续不多久,弄不好,我就得被淹死,他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自个儿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让人家抓住这脚脖子之后啊,把靴子给脱了,靴子脱完了,把袜子给扒下去了,扒掉袜子之后就挠脚心, 这一脑脚心,这魏文聪可受不了了,魏文聪从小啊,向面子啊,算挂的,就说的有福气,向面子说这孩子有福,主要有一点,浑身上下都是仰仰招,胖哪儿的都想乐,小时候就这毛病,到现在啊,这毛病还没改,只是平素当中没有人捧他了,可是今天这一脑脚心,这魏文聪啊,就乐了,在水里边, 这一脑脱,咕噜咕噜,这就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魏文聪就给灌了一个水宝,魏文聪一顿水灌晕过去, 在那一瞬间,他自己曾经想过,我完了,没想到,我花刀碎魏文聪死在这个地方,魏文聪晕过去之后,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忽然间,慢慢的自己觉得苏醒过来了, 睁眼在一瞧,不是在水里,已经是上了岸,在地下躺着,周围一帮人围着他,正在观看他,魏文聪定睛一看,他最熟悉的一个人站在面前,那就是秦琼秦书宝, 秦琼秦看见魏文聪醒过来了,冲得微微一笑,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这魏文聪什么都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感情啊,拦截魏文聪的这些个人,都是贾家楼磕头四十六友的弟兄, 咱们说了,四十六友的弟兄十二更快得令返山东之后,游达济南府杀出来,一起就逃到了游俊达的家中,游俊达在武南庄,到了武南庄,弟兄们一聚起,魏征,徐茂公,大爷跟三爷,现在就是总指挥了,徐茂公就问,说弟兄们都出来没有,一查点该出来的都出来了, 问家眷们接出来没有,像返虎联明他们那个家眷都接出来了,柳州臣贾云府的家眷也接出来了,唯独说秦那哥的家眷没接出来,为什么?柳州臣贾云府就说了,说没等我们去接,济南帅唐弼就派官军把他们家给围起来了,我们进不了钱,所以没接出来,徐茂公一听到这里,当时就招了邪了, 徐茂公说,我们都是磕头的弟兄,秦那哥的家眷在济南府城内,我们都出来了,家里的老太太,还有秦那哥,他们一家人没救出来,这我们有责任,将来我们见了秦二哥,怎么说呀? 所以徐茂公立即派上回诸丁天庆,黄天狐,李成龙四个人回济南探听消息,这四个人到了济南府,没用多长的时间探听消息回来的,跟徐茂公禀报,说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 这个济南城大乱之后,济南帅唐弼在贾家楼抄出来那个贾蒙丹,那蒙丹里边有秦二哥的名字, 谭碧派来胡尔到秦宅,把老太太贾氏夫人的还有孩子,加上罗氏信秦安,分装在四个木龙之内,赶着木龙秋车购奔长安城去了,已经走了,徐茂公听到这里之后,说这个刻不容怀,我们得想办法随后追赶,砸木龙接秋车,打救秦二哥的家眷, 所以众位弟兄们就兵分两路了,一部分就在武南庄这个地方,在武南庄干什么呀? 这尤俊达不是截了黄杠了吗?跟程耀金两个人截了四十八万两一趟银子,现在这四十八万两银子可是派上用场了,弟兄们都出来之后,无处投败,现在得怎么着,下一步这棋怎么走,谁都不知道, 现在就等着徐茂公和魏征说话呢,徐茂公魏征这两位道也要说了,现在第一步咱们先得把人们都聚齐, 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走法,但这笔银子得要保护住,有了这个钱,我们就有了胆子了,我们就便于行动了。 所以魏征留下了,徐茂公带着一部分人,随后追赶这木龙丘车,顺着路奔长安城走,往前走着走着,那天无意中就碰上了罗氏信了。 咱不说那罗氏信在那山上面一爆脑袋,咕噜下来了吗? 没从那边下去,他从原地又滚下来了。 罗氏信下来之后,跟徐茂公他们这一碰见,徐茂公一看碰见罗氏信就好办了,一问罗氏信,罗氏信呢,虽然说傻, 但是奔奔苛刻的能把事情经过讲明白。 他说娘嫂,他们那个秋车被莱胡尔给拉走了,其实哪是被莱胡尔给拉走了,他们手下人在另一条路上发现了,莱胡尔是想要把那秋车拉走,碰上这虎的弟兄给劫下来了,莱胡尔跑了,秋车这一得到手了,徐茂公吩咐手下弟兄把那木龙打开, 把老太太,贾氏还有亲干他们都叫出来,领着罗氏信来到这里跟老太太一见面,罗氏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啥小子这一高兴,这才想起来,说我还碰见黄巧哥了呢,徐茂公说你在哪碰见黄巧哥,罗氏信说我在那山顶上,我梦想看着黄巧哥在那山澳里边被那个小子追得直跑,我拿石头把他们都给打跑了,黄巧哥就跑出去了, 徐茂公一听,徐茂公说马上快点解救秦二哥,看起来啊,秦二哥又打长安城中出来了,这一出来既然是有人追赶,其中定有原因,我们得给秦二哥打接应,怎么打接应,马上派人顺着奔长安的路,迎接秦兄,不能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往前走啊, 徐茂公让他们化妆而行 第一个挑着柴火担子,从这个柴火捆里边抽出单刀那黑的味儿,就是齐标齐国远 这齐国远在前面一个村子,这村子叫双义村 在双义村子里边,从老百姓的院里买了一挑的柴火,把刀插到那柴火魂里边,挑着柴火挑子,它是先行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尚乖猪,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四位 这四位呢,想怎么化妆啊 一看老百姓这个村子里边 有一家啊,家里边给老头准备的寿材 就是白插那棺材,在院里边停着 所以这尚乖猪,丁天庆等这四个人 花钱把这棺材就给租下来了 说我们租你们这棺材用一下 说租棺材干嘛呀 头一会儿听说有租棺材的 上乖猪是这您就甭管了 我们那租一天,到时候给您一两银子 哎哟,这棺材主一听乐坏了 没想到这棺材还能挣钱 所以给了一两银子,这四个人抬着这棺材 第二波就走上来了 接着就是在黄河渡口这个地方摆船的这两只船 一条船上是盛宴师侯军吉 另一条船上是卢明星卢明月 秦琼坐的那条船就是盛宴师侯军吉的 他们两个人让秦琼上了船,先行一步 这卢明星卢明月呢 假装的也是在渡口那摆船的少工 就吸引着这魏文通上了船了 上船之后,船到河新能还往前走吗 所以以讨船前为由,跟魏文通就吵起来了 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都是好水性 跳到水里边,踩着水就摆了这船 先是想转,把魏文通给转迷糊了 后来一看不行,扒着两边船帮一晃荡 把船弄扣抖了 所以魏文通就喝了个水饱 这一水饱完了之后,这哥两个把他救上来了 那边秦琼等人也已经上岸了 魏文通那匹马还在对岸 早有弟兄把那马也百度过来了 魏文通被救上岸来之后 灌了一度的水呀,迷迷腾腾 秦琼说无论如何得把这魏文通救活了 卢明星说没事 卢明星往这一哈腰 俩手一扶这磕鸡盖 把这后脊背一拱 告诉他们,把魏文通趴着淡到他这个脊梁上 横淡在脊梁上 这魏明星就慢慢逛在那走 一会儿魏文通的水就往外吐 呱呱呱,一会儿这肚子水吐干净了 他们把魏文通又平放在地上 眼见着魏文通就环形过来了 喘气了,睁眼了 所以魏文通一睁眼 第一眼就看见秦琼了 秦琼说了一声 魏帅,得罪了 说了一声,得罪了 魏文通现在整个一个吃冰块拉冰块没话 一个是身体虚弱 再有一个没得说呀 魏文通在那躺着还不动 觉得四肢无力呀 你想拿水灌着一下子再环形过来 你多好的体格也盯不住了 秦琼说 魏帅,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呢 魏文通躺那还醒了片刻 觉得这个精神头有点复原 魏文通手一伏地 刚一坐起来 旁边盛险师侯军机过来 一拢他的胳膊 马上通融二倍 拿过绳子来捆上了 魏文通这只想挣扎也挣扎不了 兵器没在手里 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 挣扎就肝吃亏 魏文通啊就认了 被绑上之后 魏文通看了看秦琼 秦琼 你把我魏文通捉住之后 想要怎么着呢 要杀要剐 任凭于你 秦琼说 我要想要你的命的话 你在水里淹死 我就没必要把你救上来了 救手让你葬身于府了 现在把你救活了 就是想留着你这条命 魏文通说秦琼 你把我救活 有何用意 秦琼说 没有什么用意 我呀 让你明白明白 从同关城出来之后 你一直随后跟随追赶于我 大概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靠山王阳林可能跟你说了 山东济南 劫老反育 杀官造反 出来一伙子强盗 用你们大随王朝的话讲 这是强盗 但是要我看来 这都是英雄 这一伙人知道是谁吗 都是在贾家楼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 异姓弟兄 跟你讲吧 贾家楼死是六友 我排行在二 我就是这伙杀官造反强盗的首领之一 魏文通 你追赶我没追错 你想捉拿我也没错 只是现在你不能捉拿我了 而是我把你捉拿住了 通关帅 九阳里的大名 一口花刀 威震通关 名川九省 人人皆知啊 但是 遗憾的是你保了隋阳帝这么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 人都说 良亲责母耳欺 贤臣责主耳奏 你魏文通 这一身好本事 为什么保这么一个昏君呢 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劝你 跟我们众位弟兄 一起逛谋大业 意下如何 秦琼一说这话 魏文通 把嘴一撇 秦琼 你要不说呀 我还真不知道 闹了半天 你是一个贼头 秦叔宝 你不想一想 就你们这伙子人 一帮乌合之众 你们想着要杀官造反 你们成得了大事吗 啊 你们现在脑袋就已经算是被砍下来一样 这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大随国朝 官兵到此 不定哪天 就把你们这一伙强盗生擒活捉 云阳势口开刀问斩 你还劝我 我应该劝你 秦琼 你跟随我 回转通关 给我松了榜上 到阳王跟前去请罪 啊 我觉得还有你一条出路 如若不然的话 你们这一帮人 都是死路一条 这工夫程耀金在旁边过来 程耀金听魏文聪已经身刀绑绳 还口出狂言 程耀金来到魏文聪的跟前 哎 我说小贼 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 你还在这巴巴巴巴巴巴巴 还在这说呢 还说大话 哎 我告诉你 你要想活 就投降归顺我们 要不想活的话 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 魏文聪抬头一看程耀金 哎呦 魏文聪心想 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 啊 一看程耀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 弯了头 扁在一个穴 高拳过大下巴 脸上那个肌肉 鸡里咕噜 来回乱动他 连兵落贼 扎蓬蓬的红胡子 还带卷的 魏文聪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模样的 魏文聪脱口就说了一句 你这个丑鬼 你是谁 他一说丑鬼 把程耀金可气坏了 别看程耀金小名叫阿丑 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 别人说他丑 亲家说他丑 程耀金不在意 今天魏文聪一说他丑 程耀金不爱听了 程耀金瞅着魏文聪 你说什么 啊 你说我丑鬼 哎 哎哟小子 你长得漂亮啊 啊 我告诉你 我小名叫阿丑 我从小就丑 一直丑到现在 可是啊 原来我以为全天下 我是最丑的 没想到今天一见着你 我才知道感情我数第二 你瞧你长这德行 啊 那脸好像拿锅底黑蹭的一样 那胡子跟头走的连着一块儿长 啊 那腮帮子一边大一边小 整个脸是歪的 难为你爹你妈这挑的哪个日子 什么时辰 怎么弄出你这么一块活来 程耀金这几句话 把魏文聪给骂极了 魏文聪 啷啷家伙 站起来了 程耀金 你想怎么着 啊